修净土的人 我们临时不信呢 我们要长远的方向 那就是真的 把极乐世界搞清楚了 把阿弥陀佛搞明白了 也丝毫不怀疑了 我从今天起 我念念就念阿弥陀佛 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全放下了 我一心意 就是要往生 就是要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除这一念之外 没有第二念 你的幸运行 就产生巨大的能量 这个能量 会跟阿弥陀佛相应 就能量解通了 那个时候就是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样念佛才有效 阿弥陀佛啊 其感应到教阿弥陀佛 不能怀疑 大师志菩萨教导 我们念佛的心态 他说 都是六根 今年相机 都是六根石书星 眼不是不见色 不要把色相放在心上 眼见色而闻身 鼻袖香 口肠胃 都不放在心上 一切随其自然 心上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就像中风禅师 信念法师里都说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是净土 净土即是此方 这个方法 五十年前 黎炳南老居士 常常教导我们 真一想到极乐世界 你们要换心 换心 怎么个换法 把心里拉扎东西 放下 把阿弥陀佛 请到心里来 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心 李老师 教我们这么做法 真换过来了 我们看清就能看得懂了 字字句句有无量意 其微无穷能看得出来了 那为什么心身法吗 心身则法身 不什么有道理 一切 一切法从心向神 我今天心向是阿弥陀佛 这经是阿弥陀佛说的 是释迦如来说的 我心里头真有佛 你就能全看得懂 你心里没有佛的话 你这字字句句 你只看到表面 你看不到 所谓 文字之外的奥秘 你看不到 好